十天没洗脚了,浑身不自然 今天必须来北山酒店好好犒劳犒劳自己 真 使用的武器是-15口径的维可托 顶级射速配上强的大牡丹 这小枪你就玩吧 一人是一打一个不自身 复活在侧山 来到洞楼并没有敌人 率先开110客房 铝箱里刷了瓶牛肉罐头和水 记住他俩,后面的大功 一路收刮一直到戏楼 准备去开301的时候,戏楼外响枪了 戏楼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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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面看到一个敌人跑过去 戏楼外的AMR声一听就知道是刷蓝团了 本来是准备从一楼脑溜一波 但转了一想要是蓝团巡逻撞上我暴露位置就不划算了 还是决定回到二楼先把玩家解决 因为蓝团是不会刷二楼的 刚才那个人在二楼 基本二楼那个是玩家确定的 冲他去才不舒服 从三楼比较冲 从三楼冲比较保险 哦,三楼过不去 一楼也过不去 还是得二楼 刚到近点就听到boss的惨叫和敌人换弹的声音 确定敌人位置 直接从隔壁房间打个出奇无异 vereine 诚合 哦,嘛,放过去 喔,我没想要 让它无认 哇,我没想说 啊 起摸起我的脚啊 太爽了 是他修音 s ak12 干掉敌人并确定敌人就是一直想强的 ak12 接下来就是差点然后收拾残局 出击 你 这把我要血抓 真答便呀 就这个还好一点 是 对不起 糟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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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舔你很老大 这把耍你卡是三个小弟 把追杀了 耍你卡 出货 死 这个boss穷得离谱 刷小弟的时候听到缺口外有动静 本来以为听错了 刷第三个小弟的时候又听到动静 得可没让他打的屁屁 得可没让他打中我 不吵 屁屁算了将就拆了吧 从里面有的好 有人我他妈就说有人 同时我身后也在响雷 敌人在任雷探点 我现在是进退两难 这一下子就将支柱了 再蹲我呢 今天要么进来 我是不能出去的 反正 是 是 2 3 4 4 5 5 5 6 6 6 7 7 8 9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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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呢 人呢 出来 有什么好受的 真的 哥错了 不找你了 哥 被敌人架枪差一点凉凉 同时他的队友也从一楼赶来形成两面包夹之势 咱们依靠地形优势反溜一手 经典先杀帮忙的 队友从这里冲我应该能杀 我的门右边是有点掩体 我这样看他看不到我的 八分钟 都别撤了呗 打呗 打 打个你死我活 你看这老年反应 随后一直扔逼敌人走位 反架底人最后完成双杀 你不也死了 你不也死了 二十七级烂AK 啊 我他妈都被你害的 两个宅宗 我撤不走了 六分钟 你是什么 我屌烂装 没想到的是 这两人收了半天 全是一杯宝垃圾 我腿还瘸了 又怕打手术没时间撤离 只能南枕黄枕附中枕一起炸 好在是在最后的两分半赶到了撤离点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帮我点赞投币 支持取悦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